韓國瑜身世 宛如國民黨惡有的 最強王牌黑陶2 再加上他自己都這麼說 不論這句話是開玩笑 還是真心話 國民黨黨主席吳敦義 都絞盡腦汁要打這張王牌 照吳主席的講話 其實答案呼之欲出了 只是說吳主席現在可能 在絞盡腦汁的思考說 這張牌要怎麼打才打得漂亮 而且還不能傷害到這張牌 還要能夠維持大家的共識 不至於造成內部的分裂 三個月任期未滿的高雄市長 怎麼變成總統候選人 一不小心可能造成傷害 如果說真心喜歡韓國瑜 愛韓國瑜的話 不能讓他背負換柱的這個名目 什麼意思 就是不能說有兩階段 不要說第一階段出來之後再有 即使是有任何正當性 只要有一個壞 這個動作出來的話 韓國瑜馬上都受傷 現在已經退回到說 每一個人都必須是公平的 因為如果說別人 別人先去領導登記 民調完之後你再徵召一個人 這個會形成某種不公平 但是這一種 他有沒有辦法達得到 就去說服韓國瑜 我認為這個是黨中央主席的高度 他該去處理的事情 如何不撕裂黨內還能有加分效果 國民黨如何順利出手最強王牌 外界都在等著看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 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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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